14岁那年,我因火灾失声,又被父母抛弃。 竹马周景年抱着我说,念念,我会陪你一辈子,绝不会让你受伤害。 结婚前一周,我在他的手机上发现了一条消息,你这么优秀,为什么会娶一个哑巴? 发消息的人是被周思年称作公司开心果的实习生,而周景年回了他一个无奈贪手的可爱表情包。 周景年在他公司成立三周年纪念日那天向我求了婚。 在我答应后,他抱着我喜极而泣。 念念,以后每年的这一天都会是我最开心的日子,能娶到你,我三生有幸。 可在他说完这些话三个月后,在我们结婚的前一周,我在他手机上看到了一条消息,奇怪,你这么优秀,为什么会和哑巴结婚? 发消息的人叫童月如,是周景年公司新来的实习生。 我在周景年求婚的现场见过他一面。 当时他穿着鹅黄色的连衣裙,扎着高马尾,笑容灿烂地像清晨的向日葵。 我相信周景年会如以往数十次,数百次那样,像对我指指点点的人反唇相机。 但他只是回了他一张小猫摊手的无奈表情包。 对面见好就收地结束了这个话题,转而讨论起天气,公司股票,还特意询问了我和周景年婚礼的具体细节。 大老板,你的婚礼一定很美,你们的婚礼订了什么捧花啊? 到时候能不能跟念念姐说,把捧花扔给我啊? 我也想有这么好的姻缘啊,那样自然,那样坦诚。 他和周景年看上去就像是多年的至交好友,就好像这些话题不过是维系他们感情的噱头。 包括我,周景年从卫生间出来时,一眼就看到了我手上拿着的他的手机,有些失效。 沈念同学,你是得了婚前恐惧症吗? 也学得有危机意识,知道查手机了。 我和周景年在一起六年,如非必要,我从未主动看过他的手机。 他曾经洋装生气地把手机放在我面前,质问我,沈念,我长得就这么让人放心吗? 你好歹尊重我一下,给我一点做男朋友的实感,好吗? 如果今天不是因为我的手机APP绑定了他的号码,需要看验证短信, 也不会阴差阳错看到周景年还没来得及关闭的聊天页面。 我翻到周景年和佟月如讨论我的聊天页面,将手机递还给他,周景年去了一眼,把手机锁平揣在兜里,表情有些玩味。 吃醋了,月如你认识的,我跟你求婚时,他还过来帮忙布置现场。 刚毕业的一小姑娘,特热情,团队里的开心果。 他还跟我说,我们结婚时,一定要请他来当伴娘。 我打着手语和周景年说,我有朋友,不需要另外请人当伴娘,周景年闲适地半躺在沙发上,手漫不经心地捏着我的指尖,我当然知道你早有安排,所以当场回绝了他。 他一个小孩,跟着瞎掺和什么。 他向来温和沉稳,对待每一个人似乎都有用不完的耐心和温柔。 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他好像是在向我炫耀童月如。 我抽回了自己的手。 你真的想跟我结婚吗? 当然。 周景年认真地看着我说,你知道的,从我见到你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喜欢你了。 我下意识掐了把手心,竭力压抑剧烈的心跳声。 那你想和一个哑巴结婚吗? 周景年的表情闪过一丝不自在,但这点不自在,浮光略隐半。 很快就显示不见了。 我不许你这样说自己。 我鼻子有些发酸。 别人都能说,为什么我自己不能说,周景年皱了皱眉,下意识回嘴。 谁说,他终于想起我递给他的手机,尴尬地止住了话头。 这种答案不止童月如想知道,我也想,你为什么会选择和哑巴结婚? 周景年垂下眼睛不看我,只是喃喃道,审念。 我们认识13年,在一起6年了,我一定会娶你的,一定。 我伸手碰了碰他的额头,周景年看向我,眼眶有些红。 你娶我,到底是因为喜欢我,还是舍不得这么多时间成本? 在我问出这个问题之后,周景年犹豫了。 我垂下手。 我觉得婚礼需要暂缓,你可能还没想好是否要和我结婚。 周景年抓住我的手腕,语气生硬。 不,我很确定,我要娶你。 但我现在不确定我是否要嫁给你。 我和周景年陷入了冷战,准确地说,是半冷战。 我的工作是画漫画,经常咒服夜出,作息很不规律。 周景年会细心地为我安排好生活的大小事宜。 争执后,他照就为我准备好早餐,但却不看我, 不给我同他讨论关于暂缓订婚的机会。 这种状态只持续了三四天。 正巧我受到某签售会邀约,便留了张纸条。 拖着行李去了外地。 刚到酒店,手机发来消息,我以为是周景年, 没想到却是佟月如的好友申请。 通过验证后,佟月如一直没有说话。 我有点奇怪,点开他的朋友圈,三个月可见。 最新一条是关于周景年的,在我们吵架后的第二天。 照片中的周景年,坐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 眼神温柔地注视着镜头, 唇角琴着似有若无的笑意。 佩文是,某人在装霸总, 看我让他一秒破功哈哈哈哈, 周景年给他评论,摸鱼被我抓到了吧。 方案写完了吗? 佟月如求饶,哭唧唧,大老板, 我请你吃烤鱼,能不能放我一马? 周景年说,准了。 所以,这就是他那天说,在公司加班, 晚点回家的原因。 我给佟月如这条朋友圈点了个赞。 五分钟后,周景年给我打了视频。 念念,你去外地了? 怎么没有提前跟我说一声? 临时安排,你在哪家酒店? 我马上去陪你。 不用了,我想了想,给他发了条消息, 我想自己静静。 刚挂电话五分钟,佟月如突然发来消息。 能跟你聊聊吗? 我和佟月如之间从未有过联系。 他主动加我的原因,恐怕只有周景年一个。 这几年,即便周围很多人都是知道他身边有个我, 但还是有些人有意无意地往他身边送人。 这些事情,我或多或少了解过一些, 但还从来没有人有机会这样冲到我和周景年中间, 张牙舞爪地向我要舞扬威。 可以。 大老板跟我说了,你因为我和他吵架了, 对于这件事情,我很抱歉。 我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有什么就说什么, 希望不要因为我影响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 他语气恳切,随后还连发了好几条 小猫跪地道歉的表情包。 这个表情包和周景年之前回他消息用的, 属于同一系列。 我一向不擅长人情交际, 师生之前就算不上伶牙俐齿, 师生之后更不知道说些什么。 看到我没回应, 童月如一直持续输入中, 再发来就是一长串的文字。 我当时不知道你是因为没救成你弟弟才自责师生的, 你别介意哈, 我认识几个不错的心理医生, 回头推荐给你。 而且,我觉得你父母也真是的, 你弟弟的死又不怪你, 你也是死里逃生, 他们竟然不认你, 真是重男轻女。 不过,以后就好了。 姐姐, 你有大老板这么帅气多金的男朋友依靠, 是多少女生羡慕都羡慕不来的, 文字在我眼前越来越模糊, 耳边再次响起巨大的轰鸣声。 我的视线死死定格在了 没救成你弟弟六个字上面。 十年前的那场大火改变了我的一生。 当年,爸妈生意忙, 经常留我和六七岁的弟弟在家。 因为害怕我们两个小孩在家不安全, 他们出门时都会锁上外层防盗门。 所以,当房子因为电路老化而发生火灾时, 我和弟弟拼命撞门, 却无济于事。 我打湿了毛巾, 掩住我和弟弟的口鼻, 躲在卫生间里等待救援。 可农烟请客间就吞没了我们。 不知过了多久, 再次醒来时, 我躺在了医院里。 惊吓之余, 我想钻进爸妈的怀里寻求安慰。 我妈却扑上来, 疯了一样锤打我, 边锤边骂。 死的怎么不是你? 你自己活得好好的, 你弟弟被你害死了。 我妈说, 都是因为我捂得太紧, 把弟弟害死了。 我想道歉, 哀求, 却发现已经无法开口。 那之后, 爸妈把我丢给了大伯, 出了国, 我再也没能见过他们。 发生这一切时, 周锦年一直都在我身边。 他比谁都知道, 这是我永远无法释怀的痛苦。 但他就那样悉数讲给了 仅仅和我有过一面之缘的陌生人。 他讲这些话的时候, 到底是在心疼我, 还是在满足童月如的好奇心呢? 童月如给我发了消息后, 陈年噩梦铺天盖地而来。 强烈的窒息感, 再次如同当年的浓烟, 滚滚而来。 等我再次有意识, 已经被酒店接待的工作人员 送进了医院。 这些年, 我以为早已经淡化的应激反应 原来自始至终都存在着。 我不得不联系当初的心理医生, 再次开始治疗。 周锦年每天定时定点 会给我发消息, 打电话, 但我不想再跟他多说什么。 预先确定的婚期到来的前一天, 周锦年发了条朋友圈, 新娘子好像有些恐婚, 看来我还要多加努力啊。 婚期待定, 但一定尽快让大家喝上喜酒。 Action年一分钟后, 佟月如给他评论, 帅气如大老板 也要吃爱情的苦吗? 搞钱才最重要, 你清醒一点啊, 周锦年回复他一个 暴打小人的表情包。 掉钱眼里了, 回头给你涨工资, 我懒得看他们打情骂俏, 脑子临时犯病, 把手机扔进了水池里。 七天后的一个清晨, 周锦年风尘仆仆地 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他领带有些歪, 头发有些乱, 唇边的胡茶都冒出来了许多。 他冲过来, 抱住坐在床边的我, 半张脸埋在我的肩窝里, 压抑着哭腔说, 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让我联系不到你? 我僵了一会儿, 拍拍他的背, 示意他放开手。 刚准备和他好好谈谈, 有人敲了敲门, 是童月如, 他仰了仰手中拿着的 大包小包的早餐, 露出一个明媚的笑。 念念姐, 我和大老板给你带了饭, 要吃点吗? 我推开周锦年。 他为什么会过来, 周锦年搓了搓脸。 昨天我应酬完, 之后才知道你出事了, 喝酒开不了车, 司机又临时回家了。 月如正巧, 在我旁边, 就帮我开车过来了。 又是巧合, 总是这要巧合。 我开诚不恭地问周锦年, 为什么把我的事情告诉他, 周锦年疑惑地皱了皱眉。 我弟弟的事情, 然后, 泪水控制不住掉了下来。 周锦年手忙脚乱, 想帮我擦, 被我躲开。 童月如看不懂我在说什么, 只能通过周锦年的话推测个大概。 他跑过来撞似熟络地拉我的胳膊。 念念姐, 大老板昨天喝了酒, 还要开车来找你, 是我硬拉着他送他过来的, 你别生气了, 要怪就怪我吧。 我对他的话置若罔闻, 只是问周锦年, 为什么把我的事情告诉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你是我的谁啊? 你有什么权利, 童月如大概看出我表情愤怒又争鸣, 有些无错地向周锦年背后躲了躲。 周锦年下意识回首在童月如身侧轻轻拍了拍, 以示安抚, 又伸手来拉我。 念念, 这件事跟月如没关系, 自始至终都是我的错, 你先跟我回去, 我跟你好好解释。 我正开他, 没必要回去再解释, 现在就一并说清楚。 我, 我还未说完, 周锦年再次握住了我的手, 阻止我说话, 并且闭上了眼睛。 他说, 念念, 我好累。 但凡我想开城不公谈清楚时, 周锦年总是回避。 而他回避问题的方式很直接, 就是闭上眼睛。 如此简单, 我却无计可施。 临近年关, 公司很忙, 周锦年并没有太多机会时时刻刻陪着我, 这反而给了我松口气的时间。 除夕当天, 周锦年临出门前轻轻抱了抱我, 语气温柔, 念念, 我们新的一年要开始了, 今年你能嫁给我吗? 如果没有这些突如其来的变故, 我非常渴望嫁给周锦年, 怎么能不想呢? 我那么喜欢他, 喜欢到他让别人往我心上捅刀子, 竟然都不舍得离开他。 他走后, 我躲在书房看陈年相册。 相册都是周锦年亲手整理的, 但照片里大多是我。 其中一张, 夜晚, 漫天大雪, 我站在卧室窗台边, 注视着镜头, 笑得开心。 那是周锦年上大学后我的第一个生日。 他提前跟我说, 学校临时有事, 可能赶不回来。 我嘴里说着没事, 心里难免有些遗憾。 生日那一整天, 我坐在书桌前画画, 只觉得落下的每一笔都不完美。 图图改改, 画核心都是一团乱麻。 到了晚上十点, 天空开始落雪。 一个小时后, 新闻播报大雪封路, 周锦年可能会赶回来的 最后一丝袭迹破灭了。 我转身准备拉窗帘睡觉, 突然在路灯下看到了 拉着行李箱的周锦年。 他的肩上头上落满了雪, 抬头看向我时的眼神, 却无比炽热。 他低头看表, 得意地向我展示, 我赶上了。 念念, 生日快乐。 眼泪落在相册上, 我不得不承认, 我舍不得周锦年。 无论是现在的他, 还是以前的他。 跨年前两个小时, 周锦年给我发了一张图片。 念念, 等着我, 我陪你去跨年, 我犹豫了一瞬, 回他, 好, 我等你, 跨年前一个小时。 周锦年说, 公司临时有事, 我尽快回去, 跨年前半个小时, 他再次发来消息。 对不起, 念念, 我可能赶不上陪你跨年了, 你先睡。 跨年那一刻, 我收到佟月如的图片, 他和周锦年的。 跨江大桥旁, 漫天烟火下, 他们在接吻。 以前跨越一千二百公里, 赶回来见我的周锦年, 终究是回不来了。 那天, 我没等周锦年回来, 给他留了分手的消息, 跑去了国外。 我确实是个怯懦的人, 害怕见了他, 听了他的解释, 就又不舍不得走了。 没人打扰的日子, 轻松且无聊, 我索性去了一家福利机构, 教孩子们画画。 小孩小的三四岁, 大的也就十一二岁, 在我身边叽叽喳喳围成一团, 整天姐姐姐姐的叫。 我一开始纠正他们, 应该叫阿姨。 后来发现纠正不了, 就由着他们去了。 负责教音乐的男人, 也是个中国人, 留着中长发, 眉眼深邃, 帅得别有一番风味。 刚开始见面, 若不是他操着一口 纯正的中式英文口音, 我还以为他是混血儿。 男人叫梁琪, 二十六七, 却比小孩都皮, 跟着他们叫我姐姐。 我想打手语, 想想他应该看不懂, 又准备打字。 梁琪把手机倒扣回去, 撑着下巴, 反过来给我打手语, 没关系, 我看得懂, 我有些惊讶, 却还是笑了笑, 我可能还没你大, 别装嫩了, 梁琪笑得见眼不见牙。 谁让你之前 就像行将旧木的老人一样啊? 没叫你奶奶就不错了。 在国外待了一段时间, 我交了新的朋友, 有了新的事业。 从以前想到周锦年会很心痛, 变成了偶尔想到周锦年有些心痛。 在我看来, 这里就像一座在完美不过的乌托邦。 只要我好好躲起来, 一切都会逐渐变好。 在我逐渐接受良好时, 周锦年再次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只不过, 这次他看起来更加狼狈。 他站在我的公寓楼下, 手脚局促。 我自以为修复良好的心脏, 再次尖锐地疼起来。 我站在窗户边, 看了他一会儿, 邀请他进来。 周锦年喜出望外, 想过来拉我, 被我不动声色地躲开。 伸出的手又尴尬地垂下。 面念, 你, 最近还好吗? 我点点头, 并有在犯吗? 我摇摇头, 能跟我回去吗? 我沉默片刻, 最终摇摇头。 周锦年眼圈逐渐变红。 念念, 别这样好吗? 这些天, 我一直在找你, 你告诉我, 我哪里做错了? 我改, 我全都改。 我伸出手, 慢慢在空气中比出句子,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别来找我了。 周锦年突然激动起来, 抓住我的手。 我没同意, 那就不算。 我们只是吵架了, 吵架而已。 情侣都会吵架的。 我叹了口气, 从手机翻出那张照片, 递给她看。 周锦年愣住了, 两酒才反应过来, 胡乱抓着头发。 那天跨年聚餐, 我们都喝酒了, 她亲我的时候, 我没反应过来。 真的。 之后我就推开她了, 对不起, 念念, 我, 你相信我。 周锦年跟我说, 那之后, 她已经开除了童月如。 她从始至终都没有喜欢过她, 她想娶的一直以来都只有我一个人。 周锦年说的话, 我是相信的, 但我只是不想和她走下去了。 越熟悉的人, 越知道一个人的伤疤在哪里, 也越知道如何揭开伤疤是最疼的。 周锦年把揭开我伤疤的刀柄, 递到了萍水相逢的人手里。 很难说是那个人很重要, 还是我不重要, 亦或两者都有。 刚出国那段时间, 我几乎夜夜梦到年少时的周锦年。 爸爸妈妈出国那天, 我从医院里跑出来, 去追他们的车, 周锦年就跟着我一起追。 但车开得太快了, 一个拐弯就没了踪影。 我趴在她肩膀上大哭。 那时的我甚至还没学会用手语, 只能用手指在地上写字。 我被落下了, 眼泪落在字迹上, 让委屈更委屈。 周锦年陪着我一起哭, 没关系的, 念念。 她说, 我追上你了。 周锦年说, 她会一辈子陪我走下去。 她没撒谎, 但她允许我们同行的路上 多了一个旁观者。 我对周锦年的态度 一直不嫌不淡。 到机构后, 梁琪趴在我办公桌上八卦。 外面那人谁啊? 看不出来啊。 念念, 你行情这么好, 追求者还挺帅, 虽然比我差点。 我无情地给她翻了个白眼。 你对我都没有社交礼仪吗? 梁琪做做大惊。 V我500, 我帮你搞定她。 我V了她500, 梁琪揽着我的肩就出去了。 周锦年正坐在外面打电话, 看我出来赶紧起身, 目光落在梁琪搭在我肩上的手时, 脸色陡然变得惨白。 她三两步走过来, 一把甩开梁琪的胳膊, 把我拉到她身边, 指着梁琪的鼻子问, 谁让你碰我未婚妻的? 梁琪一脸震惊看着我, 浮夸地说, 哦, 念念说她不认识你的, 我是念念的忠诚追求者, 你想追她得排队。 周锦年气得不行, 拉着我想离开, 被我毫不留情地避开。 梁琪看热闹, 不嫌是大地吹了个口哨。 周锦年狠狠瞪了她一眼, 又哀求地看着我。 念念, 别这样。 闹也闹够了, 我再次认真地告诉周锦年,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在骚扰我, 我会直接报警, 周锦年不再对我死缠烂打, 却依旧在机构里进进出出。 不久院长说, 他会负责福利机构的天文方面的教学工作。 据我所知, 之前机构里并未有人对教过天文课。 院长悄悄告诉我, 周锦年为孤儿院捐赠了一架天文望远镜, 供孩子们学习使用。 我笑了笑, 没说话, 转身把周锦年送的花扔进垃圾桶, 带的饭送给孩子们, 或者凉旗。 平安夜那天, 我们集体去机构陪孩子们过节。 吃过晚饭后, 我坐在长廊阶梯上看路灯下飘落的雪。 有人走过来, 手掌落在我肩上。 周锦年, 可以离我远一点吗? 我下意识避开, 却听到背后人尖酸地吃了一声。 沈老师, 距离感这么重的吗? 我往旁边挪了挪, 给来人让出一个位置。 梁琪从善如流地坐下。 沉默五分钟后, 他竟然还没说话。 我奇怪地看着他, 他奇怪地回看我, 然后解释。 你肯定是想问我为什么不说话, 对吧? 你这个时候估计不想听我说话吧? 我没承认, 也没否认。 梁琪突然夸张地挖了一声。 我这种堪称天籁的嗓音, 你都不想听到吗? 也太没品了吧, 沈老师。 梁琪长得足够漂亮。 漂亮的人委屈起来, 即便你知道他是装的, 还是会忍不住心软, 忍不住想笑。 就在我笑开之后, 梁琪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 总算阴转情了, 年纪轻轻的, 真不知道你哪来这么重的心思。 我摇摇头, 你不明白, 梁琪手指拨弄刚落下的雪花。 那当然, 你和你前男友之间的事, 我一个外人肯定不明白。 我拍了拍梁琪, 你不会是喜欢我吧? 梁琪看着我, 下额线绷得很紧, 她看起来好像很紧张。 突然, 她伸出手揽过我的肩, 将我圈进了她的怀里。 我伸手抵在她的胸口时, 梁琪凑到我的耳边, 轻声说, 别动, 帮你解决一些麻烦。 余光中瞥见一抹身影。 我明白了梁琪的意思, 放弃了挣扎, 下巴顺从地砸在她的肩上看屋顶。 过了一会儿, 我动了动, 梁琪说, 还没走。 五分钟后, 我尴尬地挪了挪身体。 梁琪又说, 还在。 十五分钟后, 我俩的脚动妈了, 相互搀扶着往屋里走。 我腾出一只手劝告梁琪, 你可千万别喜欢我呀, 我现在的心比大润发的砧板都硬了。 梁琪一边跳着动麻的脚, 一边呲牙咧嘴, 沈念, 你真是越发脸皮厚了。 我的审美是金发碧眼大长腿。 刚帮你成功赶走前男友, V我五百块。 周景年看着我欲言又止, 一旁的梁琪忍不住说, 你有话能直说吗? 像便秘一样。 周景年难得没反驳, 试探着问我, 我妈好久没见你了, 很想你, 问我能不能让你接个电话。 我皱了皱眉, 你没说我们分手了, 周景年摇摇头。 我用周景年的手机和他妈妈林姨开了视频。 林姨一直对我很好, 我和周景年确定恋爱那年, 林姨喜极而泣。 她说, 念念受了好多苦, 来我们家了, 一定不让你再受苦。 如今, 我和周景年分开, 无论如何, 我需要给她一个交代。 视频接通, 林姨刚看到我眼圈就红了。 她问我, 念念最近不舒服吗? 怎么瘦了这么多? 我宽慰她。 阿姨, 我一切都好, 您不用挂念, 林姨连连点头。 都好就行, 你和锦年什么时候回来? 阿姨给你做最爱吃的粉蒸肉, 还有红烧排骨。 我沉默着, 两久回应。 锦年很快就回去, 我就, 先不回去了。 林姨一愣, 再开口, 嗓音有些沙哑。 一旁站着的周锦年, 哽咽着低声叫了我一声。 我耐心跟她解释, 您不用怪她, 我和她都没错, 只不过再也不能同路了。 林姨默默哭着, 跟我道歉, 你是好孩子, 肯定是锦年对不住你。 阿姨替她说声对不起。 挂了电话, 周锦年也一直反复地说对不起。 其实很多年来, 如果不是有周锦年陪在身边, 审念也不会变成现在的审念。 年少的周锦年, 给予的满腔爱意, 给了我足够的勇气, 让我在十年后, 能够决然地放开她的手。 所以我说, 没关系。 还有, 谢谢你, 那次通话后, 不知道林姨跟周锦年说了什么。 周锦年跟院长沟通, 决定结束短期授课后, 就回国。 临行前一天, 她跟我说, 累了就回国, 不用担心, 没你的允许, 我不会打扰你。 就在一切即将重新开始的时候, 灾难再次降临了。 福利机构燃气爆炸, 火灾发生时, 孩子们还在上课。 院长反应及时, 清点人数进行疏散。 就在孩子们疏散完毕, 工作人员准备最后撤离时, 梁琪突然大叫, 东东不见了。 东东就是那个总爱喊我姐姐的小孩。 她才三岁, 平时总爱偷偷乱跑, 老师们经常找不到她。 梁琪此时手中抱着两个哇哇大哭的孩子, 孩子的小手紧紧抓住她的肩膀。 刚才, 院长带着孩子们逃离时, 被走廊里的火星疗伤了腿。 我看了眼浓烟滚滚的房间, 我去吧。 我大概知道东东在哪。 不等梁琪和院长阻止, 我转身冲了进去。 比当年还要浓的烟雾, 比当年还要可怕的火焰, 踏进房间的一瞬间, 我腿软得几乎站不住。 角落里有孩子细微的哭声, 我捂住口鼻, 循着声音摸过去。 很快摸到她, 一把将她抱在了怀里。 老师, 我害怕。 好多烟。 有火。 东东一直大叫着害怕。 我摸到卫生间, 打湿了毛巾, 掩住我们两个人的口鼻, 带着她贴墙向外走。 东东勾着我的手指, 企图寻求安慰。 空气中只有燃烧的嗶嗶包包声, 一切都和当年一样。 我张开了嘴巴, 轻声在东东耳边说, 别怕。 仿佛在安慰当年的自己。 消防人员来得很及时, 我抱着孩子坐在外面的台阶上, 给他擦脸, 披衣服, 低声安慰他, 哄他睡觉。 其他工作人员接走孩子, 要我去医院检查, 我刚站起身, 就被冲过来的人紧紧抱住。 周济年身上穿着的衣服已经被烟雾, 熏得看不出底色, 脸上身上找不出一块干净的地方。 我的手蹭过他的肩膀时, 摸到了一手的湿润, 低头一看, 才发现是血。 我叫了声, 几年, 声音依旧沙哑, 太久不说话, 我已经忘了如何灵活地运用自己的舌头。 简单的阴洁对我来说都是极其困难的。 周济年错愕地看着我, 泪水不住地流下来。 念念, 你, 你能说话了? 我点点头, 想问他怎么还没走, 受伤了为什么不去医院, 又发觉句子太长不会说, 依旧选择手语。 原来周济年在机场看到福利机构爆炸的消息, 所以没上飞机, 直接冲回来了。 他冲进爆炸区时, 我已经被救出来了。 他说, 这次吓死我了, 以后说什么我都不会离开你。 劫后余生的喜悦让我忍住没反驳他这句话, 同样黑成煤炭的梁旗却悠悠走到他身后。 你又在放什么屁? 周济年大怒道, 你算哪根葱? 我算山东大葱。 梁旗翻了个白眼, 没看我们念念不想理你吗? 有多远滚多远。 周济年气得不善, 冷哼一声, 被医护拉走了。 梁旗坐在我身边, 揉了揉肩膀, 突然鼓掌。 我用看神经病的眼神看他, 梁旗说, 恭喜沈念同志重获新生, 卖过一道坎, 从此人生都是坦途。 我感谢地笑了笑, 操着公鸭嗓说, 谢谢。 哎呦喂, 我可谢谢你闭嘴吧, 难听死了。 梁旗掏了掏耳朵, V我500, 去看耳朵。 重新能开口后, 我回国找到心理医生,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训练, 说话已经和常人无异。 周济年跟着我一道回国, 被我再次警告之后, 从明目张胆地打扰我, 变成偷偷摸摸地打扰我。 还好, 我工作几乎饱和, 没那么多心力想他。 新书签授会那天, 童月如来找我, 他问我能聊聊吗? 再次见童月如, 只觉得恍如隔世。 曾经他发照片给我, 我是恨他的, 恨他抢走了周济年。 远走海外时想起他, 也是恨, 恨他改变了我早已习惯的生活。 我承认, 我从来不是什么豁达的人, 否则也不会被救世困住十余年。 但又经生死, 再次见他, 恨啊, 怨啊, 都成了过眼云烟, 留在了上辈子。 童月如说, 对不起, 我不该破坏你们的感情, 我看得出来, 虽然大老板对我很好, 但他对我的好, 跟对你的是不一样的。 我就是太喜欢他了, 才做出那种没有底线的事, 但是现在他很不开心, 这不是我想看到的。 童月如有些颓然, 他对我可能当时也有那么点兴趣, 但可能是他足够爱你的, 所以感情打败了新鲜感。 这种很多男人都做不到的, 但是他做到了, 你能原谅他吗? 我想了一会儿, 问童月如, 你当时为什么在我面前提我弟弟的事情。 童月如没想到我话题转变得这么快,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随即摸摸鼻子, 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 因为当时我想气你。 我说, 哦, 因为你知道这是我软肋。 童月如挠挠头, 声若盈锐地恩了一声。 我说, 周锦年可比你更清楚。 童月如愣了, 正正问我, 什么? 周锦年知道你喜欢他, 也知道你会拿着刀戳我软肋, 他之所以把刀递到你手上, 完全是因为他所谓的爱我。 我平静地陈述, 假装没看到不远处的周锦年, 周锦年是喜欢我, 但同时也嫌弃我。 即便我也算事业有成, 但生理上的残缺依旧让他觉得我配不上他。 他对我的爱让他无法坦然放弃我, 对我的嫌弃让他无法从容接受我。 所以, 他找了个替他行刑的刽子手, 等他对我的不满通过你宣泄完全后, 他就能任命地接受我, 和我一生一世一双人。 童月如嘴唇泛着白, 不可置信地摇头。 不, 不是, 你想得也太, 太, 我笑着问他, 太怎么? 把身边人想得太面目争鸣可怕, 是吗? 我也觉得, 所以我逃了。 但现在我不怕了, 因为我不需要他的爱了。 周锦年步履慌乱地离开时, 童月如看到了他, 他对我说, 大老板他, 我点点头。 嗯, 他不会再来了, 你也不要再来了。 签售会结束, 从商场走出去时, 外面阳光正好。 我伸了个懒腰, 余光中瞥见两道熟悉的身影。 一别数十载, 岁月年华会在每个人的脸上, 心上都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疤, 但伤疤也会结痂, 长出盔甲。 当年我印象中抛弃我时, 最可怕的两张脸, 如今不过如此。 他们悲戏地看着我, 喃喃道, 念念。 我没听到他们的声音, 反倒听到了梁琪的声音。 沈念, 没想到你真是个漫画家, 我以前以为你吹牛皮来着。 我呵呵一笑, 我以前以为你是个魂不吝的流浪歌手, 没想到你真的表里如意。 两起打哈哈, 漫画家很有钱吧? V我500, 让你听我新歌Demo, 说不定你以后漫改漫画。 我的新歌能做你片头曲呢? 我有些无语, 你比我还能异想天开。 他说, 这叫有雄心壮志。 沈念, 未来会来, 一切才刚刚开始。 番外第一次见沈念, 是在国内的某个商场。 当时的他被一群人围在桌子前, 神情专注, 动作利落地在书页上签着字。 偶尔被粉丝表白时, 会露出迷茫的表情, 然后很快反应过来, 羞红了脸。 当时我参加了一档音乐类综艺, 开场前被暗示钱给的越多, 路走得越远。 我没给, 然后原创新歌被评委骂成实。 下了节目, 我给我爸打电话, 问他我能不能回家继承家产。 我爸又把我骂了一顿, 他说, 家里有你哥, 继承家业这事儿用不着你操心。 我又问他, 能不能运用关系, 把我送到总决赛。 我爸说我臭不要脸, 打铁还需自身硬。 我说, 关键我铁匠铺都进不去, 怎么打铁。 我爸说, 你若精彩, 天自安排。 我爸这一生太成功, 看起点爽文时, 都会露出疑惑的神情, 并问我妈, 这也不爽啊, 为什么叫爽文? 所以他理解不了我为什么这么废物。 也总是钟二弟认为, 我之所以没反弹, 是因为还没触底。 殊不知, 我当时穷得, 就差去流浪汉兜里掏钱了。 那天下午, 我坐在商场二楼, 看着沈念不厌其烦地 签完一本又一本书之后, 坐在位置上发呆, 呆得可爱。 于是鬼使神差地 从本就贫瘠的钱包中 云出一些钱, 去下单了他的书。 沈念的画风和叙述风格 跟他这个人有极强的割裂感, 如果不是先见过他的人, 我会以为本书作者 是个风竹残年的老道士。 此书主角只有两个信念。 一, 死到有不死贫道。 二, 干翻全世界。 看完他的书, 我的中二之火熊熊燃烧。 说句矫情话, 这点火焰 勉强支撑了我低谷时期的苦寒。 新歌发行后, 热度超乎团队想象, 我暂时放松, 跑到国外玩, 又去之前任教过的福利机构教音乐。 没想到几天后, 沈念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一开始, 我简单地把沈念当成喜欢的作者, 但不知什么时候, 喜欢开始变质。 当他所谓的未婚夫周锦年出现时, 变质的喜欢开始发酸。 我那天, 借着帮沈念的油头抱了他。 沈念问我是不是喜欢他, 我在心里大叫, 是啊是啊。 但沈念的眼神中写着拒绝, 我的喜欢就说不出来了。 我想, 我应该再去看看沈念的书, 因为我的中二只火过七失笑了。 回国不久, 去看沈念, 想让他陪我一起过生日。 还是签售会, 我坐在二楼, 趴在栏杆上往下看他。 沈念抬头时, 目光略过我, 然后定格在我身上, 笑得阳光明媚, 向我招手。 我确定了以后每年的生日愿望, 希望沈念一切都好。 我开了个账号, 用来记录和男友的日常。 没想到, 几条视频接连爆火, 我成了全网知名恋爱博主。 后来, 我应粉丝要求, 直播给男友送生日惊喜。 房门打开, 却出来了一个裹着浴巾的漂亮女人。 她细白的手指勾过我手里的袋子, 看都没看我一眼。 外卖都送到了, 你怎么还不走? 我愣神的片刻里, 女人已经重重关上了房门。 弹幕里寒妈量太高, 被屏蔽的只剩一堆火星纹。 是我眼花了吗? 怎么会有女人, 我星号星号星号。 严谨一点, 还是刚洗过澡的女人, 真牛星号星号星号。 巨大的震惊让我头脑发猛, 我抬眼又看了看门牌号。 下一秒, 我直接抬手, 垂碎了门上的装饰品。 谁啊? 一道熟悉的男婴离门越来越近。 没多会, 房门向内打开, 露出了一张熟悉的脸。 男人头发湿漉漉的, 裸露着上身, 下半身围了条浴巾。 我失望透顶地看着门内的卢霄, 她呆若目击, 反应过来后猛地抓住门栓。 但她甚至来不及有下一步动作, 我已经一脚踢了过来。 你真是癞蛤蟆追青蛙, 长得丑完得花, 我辛辛苦苦给你准备生日惊喜, 你在这给我憋大招呢? 小雨, 你听我解释。 你解释什么呢? 当我眼瞎呀。 我要是再不来, 是不是都能看见你们下一代了? 我的视线掠过卢霄, 看着桌子上放的礼品袋, 里面装着我一上午的成果。 我越想越气, 直接推开她, 猛地撕开袋子。 卢霄跟在我后面, 仍然试图狡辩, 我直接端起蛋糕, 在她头上来了个爆扣。 老娘亲手做的蛋糕, 早知道喂猪都不喂你。 哥哥, 怎么了? 一道柔柔的女音在卧室响起。 室内骤然沉寂下来, 卢霄狼狈地躲闪着我的眼睛。 我冷笑一声, 端着剩下的蛋糕, 一脚踹开卧室的门。 刚才裹着浴巾的窈窕女人躺在床上, 眼前蒙着黑纱, 根本看不清来人。 她掐着嗓子, 声音甜腻, 哥哥快来啊。 我直接将剩下的蛋糕盖在她脸上, 你爹我来了。 啊, 她尖叫起来, 却因为被绑住了双手, 只能徒劳地扭动, 你谁啊? 你猜我是谁? 我一边说, 一边按着托盘, 不想浪费一点奶油。 孔小雨你要死了, 赶紧松开我, 哥哥说得果然没错, 你就是个泼妇, 造孽啊。 我哈哈大笑, 越笑越响, 越笑越夸张。 臭鱼烂虾碰一起, 就是碗得花, 你造的聂名坟头就能长花。 哥哥救我, 女人小声乌液起来。 我回头瞪了眼门口的卢霄, 她死死扣着门边, 哆哆嗦嗦。 呵, 真没用。 我掐起女人的下巴, 往她嘴里又填了团奶油, 你哥哥正发着羊颠呢, 自顾不暇, 还救你。 可拉倒吧, 女人仍旧小声地哽咽, 纤细地腰肢扭动着。 哥哥, 你是母鸡下蛋的哥哥哥。 这个时候了还装夹子, 哭都不会好好哭。 卢霄有些看不下去, 你别这样, 小雨, 妙妙只是一个弱女子, 禁不住你又打又骂的。 讲清楚, 我可没有打她。 知道你是个直肠子, 也不能用嘴拉。 我从床上下来, 抓起旁边卢霄的西装, 狠狠擦了擦手, 她肉疼地撕了一声。 小雨, 那件很贵, 有你的棺材板贵吗? 我冷吃一声, 这一衣柜的衣服都是我买的, 还跟我装上了。 转头出去的时候, 我看着床上死鱼一样的女人, 冷笑着。 妹妹, 你要搞清楚, 这个男人只是看起来人母狗样的, 其实就是个吃软饭的渣男, 你跟着他什么也得不到。 其实我现在完全可以把你们赶出去, 因为房租也是我交的, 但看你是女生, 估计脸皮薄, 所以我给你们留点时间。 你什么意思? 卢潇追过来问我, 我抓起手机, 现在是下午四点, 我给你半天时间搬出去, 否则我直接请搬家公司上门, 把你们给清出去。 说完, 我摔门而出, 直播间里早就炸开了锅。 刚才为了收拾垃圾方便, 我随意将手机扔到了一边, 但他们是能听见声音的。 动手的那一刻我就知道, 所有人肯定都觉得我是个暴力狂, 泼富, 但我就是咽不下那口气。 卢潇是我的初恋, 他追我追了半年, 我才答应跟他交往。 我压根不相信爱情, 却为了他慢慢收起尖刺, 学着爱人。 他却给我来这一套, 没把他们走进医院, 都是我看在笑有一场的情分上了。 再加上当初开这个号, 本身就是为了记录我的恋爱日常。 现在男朋友都没了, 还记录个屁。 我自暴自弃地拿起手机, 想宣布消耗的事情, 但我没想到, 直播间里的风向和我想的压根不一样。 小宇太洒了, 渣男太恶心了, 要不是这回小宇骗他说出差,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逮到他呢? 之前还好意思立深情人设, 要不要脸啊? 偏提一下, 没有人觉得小宇骂人跟唱Rap一样吗? 对对对, 他都不带卡顿的, 我都惊了。 我越看越沉默, 现在的网友都这么剑走偏锋的吗? 他们甚至在我的评论区追起了连载, 有后续一定要发出来啊, 我这几天就住在你主页了。 从惊讶里回神后, 我深吸了一口气, 平复语气, 对不起让大家看笑话了, 这件事不会再有后续了。 我这人不喜欢纠缠, 从今以后也不会再跟卢霄有什么瓜葛了, 想取关的朋友们直接取关就行了。 说完, 我就退出了直播。 我本以为大多数网友当初就是为了科堂才关注的我, 现在肯定连夜扛着火车跑了。 可不知道是谁把直播录屏了, 还发到了网上, 现在一堆人疯狂转载, 其中还包括几个营销号。 我更火了。 我又涨了十几万粉丝。 卢霄和那个叫妙妙的女人被网友们翻来覆去地骂。 她受不了这种精神折磨, 给我发消息打电话, 甚至用游戏账号私信我求和, 但我全都不理睬。 最后, 她显然是急眼了, 不知道拿谁的手机给我打了个电话。 上来就怒吼道, 孔霄宇你行, 既然你一点情分都不顾及, 我也不会再给你面子了。 卢霄丢下这句话后, 就像死了一样安静无声了。 我根本不拿她的威胁当一回事, 可是当晚, 好几个营销号忽然同时发文。 他们说直播桌间是我的阴谋, 原因很简单。 孔霄宇和卢霄感情早就破裂了, 卢霄想和平分手, 孔霄宇却想继续吃CP粉红利。 为了留住粉丝, 孔霄宇才演了这么一出。 她这是在借刀杀人, 大家千万不要被她牵着鼻子走了。 真可笑。 我在心里骂了卢霄八百回, 不愧是学新闻的, 这舆论引导被她玩得明明白白。 但她忘了, 我孔霄宇从来不是一个忍气吞声的人。 我用大号转发了营销号发的东西, 打了个问号, 直接在评论区开刹。 我们感情什么时候破裂的你, 怎么知道? 你睡我家床底, 还我想吃CP粉红利, 但凡你看过我直播都说不出这句话吧。 替渣男洗地, 触景生请你是不是就占了触和生两个字? 没多久, 营销号回了我一串省略号。 看热闹的网友们又沸腾了。 早就看这些营销号不顺眼了, 骂得好。 我笑死了, 我以为营销号皮下都是死的呢, 原来也会回复人啊。 卢霄这一波钱花得食亏, 根本没起到任何作用啊。 被卢霄的骚操作烦的, 我一整个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觉得自己一直以来, 就像在跟一个扎着口的塑料袋谈恋爱。 塑料袋里时不时传出垃圾味, 但闻习惯了, 我压根意识不到。 直到有一天, 我不小心将塑料袋戳破了一个洞, 恶臭的气息扑面而来, 我才意识到, 装着垃圾的塑料袋本身就是垃圾。 我居然跟垃圾谈过恋爱。 想到这里, 我一口气直接堵在胸口。 睡是睡不着了, 我干脆直接预定了一个清洁服务, 定在明早七点。 第二天, 我准时和清洁公司的小队碰面, 带他们去打扫的地点。 要是插进锁眼, 我转动了两下, 却没打开。 好家伙, 还没走呢? 半天实现早过了, 还躺在这时, 想让我帮他们收尸吗? 门打不开, 我就带着几个人绕到了后面的主卧窗外。 不凑巧的是, 里面正巧传出沉淀的声音。 几个清洁工人面面相去, 这, 我让他们站远些, 尝试着推开窗户。 没想到卢霄这个缺心眼真的没上锁。 房间里爆出一声女人的尖叫, 啊, 哥哥, 他又来了。 卢霄也跟着看过来, 反应过来后立马扯过被子, 孔霄与你是不是犯病? 我冷笑一声, 直接端起旁边工人的水枪, 对着里面狂滋起来。 不要睡我买的床, 给我滚出去。 把狼狈的卢霄和妙妙送走后, 我让清洁小队里里外外地打扫了一边房子, 然后联系房东办了退租。 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 我甚至没来得及删卢霄的微信, 现在正好给他发账单。 这个房子租了三个月, 我住的时间不到十天, 就四捨五入算半个月, 请你把两个半月的房租还给我。 卢霄, 我的要求很合理吧? 这条发出去时, 后面已经坠了一个红色的感叹号。 卢霄居然先把我删了, 他以为这样我就没办法了吗? 本来只想让他还两个半月的房租, 现在水电费, 他也得给我还回来。 但我还没再联系上他, 他居然先给我发了个律师函, 给我打电话的律师语气严肃, 孔小雨女试试吧。 卢霄先生委托我向您追回你们共有账号的一半收益。 共有账号? 是的, 就是您用来记录你们恋爱日常的账号。 我被隔音得厉害, 它是怎么有脸要的? 这个号从录视频到剪辑都是我一个人, 但凡它配合出个镜, 我就得又是送礼物, 又是请吃饭。 但您的账号是记录恋爱日常, 请问您一个人可以谈恋爱吗? 我不但可以一个人谈恋爱, 还可以一个人有私分裂生孩子。 律师沉默了一会儿, 既然您胡说八道, 不听劝告, 一意孤行, 那就等着收法院传票吧。 我冷笑一声, 搁着成语接龙吓唬我呢。 你贵姓啊。 我问对面的律师, 免贵姓曹。 小曹你听好了, 我简要地概括了整件事, 才提醒他, 卢霄嘴里没几句真话, 你别在他手里了。 不等对面开口, 我又补充, 而且据我所知, 律师只有胜诉率高 才能接到更多案子吧。 嗯,所以呢? 所以我把话料遮了, 以我手上目前的证据, 等真开了庭, 你不会有任何胜算。 我冷声道, 人不能什么烂钱都想赚, 你敢给渣男洗地, 我就让你脏了羽毛, 从凤凰变山鸡。 对面沉默了一会儿, 问我, 你也是学法律的。 不, 我学殡葬的, 专门给男人收尸。 对面再次沉默, 许久后, 他才问我, 请问您还有什么 想对卢先生说的吗? 可以说脏话吗? 最好不要。 那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切断电话没多久, 我又接到了一个 陌生号码的来电。 接通后, 就是卢潇歇斯底里的声音。 孔小雨, 你怎么这么丧心病狂, 你对我的律师做了什么? 什么做了什么? 他为什么把我的钱退了? 说明他不想干缺得事了呗。 你, 你, 卢潇憋了半天, 只憋出来一句, 毒妇。 我柔了柔眉心, 你搞清楚, 到底谁更毒啊? 我门心自问, 相识这么久了, 我没有半点对不起他。 在一起时, 因为我比他大三岁, 他在我眼里就是个弟弟, 我几乎对他百依百顺。 要不是他给我种出一片青青草原, 我压根不可能发脾气动手。 而且我这人有仇当场就报了, 从不搞什么蓄意报复。 是你自己上赶着挑衅, 我要再不反击, 你都能起我头上拉了。 卢潇说不过我, 气得直喘粗气, 你不要以为嘴皮子厉害, 我就斗不过你。 拜托, 谁想跟你斗啊? 你把房租还了, 咱们就一笔勾销再也不见, 行吗? 放屁, 怎么可能勾销? 卢潇大喊着, 你都靠那个账号赚几百万了, 必须分我一半。 分你一半你就滚, 分我一半我就考虑不起诉你。 啊, 我吃到, 哪个下水道没盖好, 又给你跑出来了? 你听好了, 姑奶奶我一毛钱都不会给你。 爱意消散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恩爱两不疑也能走到相看两生宴。 我料想卢潇不可能安分太久, 但没想到拿不到好处, 他连一天都坐不住。 也对, 我们恋爱时, 我已经有了稳定收入, 而他还是一个背着助学贷款的学生。 为了减轻他的负担, 我帮他还了贷款, 给他打生活费。 出去吃饭也从没让他花过钱, 定期还会给他买些小礼物。 后来他跟室友闹了矛盾, 想出去住, 也是我跑前跑后帮他找的房子。 有我在, 他的生活轻松又惬意。 现在我不当这个冤大头了, 他的日子肯定又变得紧巴了。 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减能要他苟命。 为了逼我赶紧给钱, 当晚平台流量最好的时候, 卢潇用自己的私人账号发了一篇小作文。 我通读下来, 那叫一个情真意切啊。 概括起来就是, 最近发生的一切, 都是孔小宇一手安排的, 就是为了逼我不分手。 我笑了, 又开始编了。 在小作文里, 卢潇为我塑造了一个性格偏激, 甚至有些变态的人设。 他还不要脸地开了直播, 在观众面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我早就跟孔小宇提过分手了, 但他每一次都用各种方式逼我。 我要是不听他的, 他还会自残吓唬我。 我们早就没感情了, 只剩下痛苦地相互折磨。 哦不, 是他单方面折磨我。 他嘴里没一句真话, 现在得不到我, 就想毁掉我。 呦, 看来还是没被骂够。 我趁趁手指, 正准备重拳出击, 直播间里的卢潇忽然举起一张纸。 我有证据, 你们看, 孔小宇有躁郁症, 他真的会发疯。 我愣住了。 这确实是我的病例, 为什么会在他那里? 为了让所有人看清楚, 卢潇把那张纸使尽贴向镜头, 看到了吧? 病人情绪极不稳定, 有自残及伤害他人倾向。 这可是医生写的, 这回你们信我没撒谎了吧? 画面里, 卢潇的眼神有些莫名的得意。 我攥紧拳头死盯着他, 身体里的血一点点凉下来, 仿佛每一个骨头缝都在往外冒着寒意。 卢潇还在演戏。 他正经危坐, 朋友们, 我接下来讲的事情可能会刷新大家的认知。 他顿了顿, 似有犹豫, 其实出于男人的担当, 我本来不想闹得这么难看的。 怪就怪孔小雨太过分了, 我不能容忍他继续往我身上泼脏水了。 卢潇捋起袖子, 凑近镜头, 大家看我手上的伤。 我也跟着看向画面, 卢潇的胳膊上, 遍布着亲子的痕迹。 这都是孔小雨的杰作, 他这个人有暴力倾向, 经常拿我撒气, 到了镜头前就装无辜。 卢潇还给大家看了他的大腿和后背, 各种伤痕触目惊心。 要不是我就是孔小雨本人, 且确定自己没有第二人格, 我都要怀疑是自己干的了。 直播里, 卢潇越说, 眼睛越红, 身体上的暴力, 我都可以忍受, 但精神上的折磨, 我真的受不了了。 他不让我跟任何异性讲话, 就连我跟同性待的时间久了, 他都会生气。 和他在一起, 我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时间, 我就像他的一条狗, 必须听他的使唤, 摇尾巴逗他开心。 哪天我要是觉得累了, 没及时哄他, 他就要死要活。 卢潇又拿出一件染血的衬衫, 大家看, 这是他之前某次自残威胁我, 我抱他去医院的时候弄上的, 后来洗也洗不掉。 我本来想扔的, 但觉得这是他送我的第一件衣服, 最终还是留了下来。 镜头下的卢潇甚至挤出了几滴泪, 在一起时, 我是真的爱他。 后来离开他, 也是真的筋疲力尽了。 至于你们网爆我的那次直播, 那就是孔潇雨又发疯了。 我都跟他提分手了, 他还把我当他男朋友, 我忽然觉得很可笑。 母亲说得太对了, 爱情这种东西, 就是骗子用来蒙傻子的。 我当初要是没信卢潇的鬼话, 现在就不会被人拨开一身疮痕, 在众母魁魁下, 难堪地跟他扯皮。 随着所谓的证据的出现, 弹幕里的风向慢慢变了。 已经有人开始心疼卢潇, 骂我人前一套, 背后一套了。 哪怕卢潇提供的所有东西, 说过的所有话里, 只有那一张病历是真的。 但我的病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那时候, 我因为母亲被父亲逼得跳楼自杀, 而精神崩溃, 无数次想跟着他走了算了。 可是, 家里有两个毛孩子, 始终送养不出去。 我怕我死了, 他们也饿死了, 就这么为了一天又一天。 直到时间慢慢将伤痛抚平, 可卢潇现在还想把我拉回深渊。 他似乎已经忘了 当初看到我的诊断书时, 说会永远陪伴我, 保护我的话了。 更让我无法忍受的是, 他居然说我自残是为了威胁他。 要知道,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里, 我唯一一次情绪崩溃, 是因为跟小三跑了的父亲又回来了, 还不要脸地想抱走我的毛孩子。 我拿着扫帚, 把他揍得半死, 拖出去扔在了马路上。 那天我确实又钻了牛角尖, 卢潇被血下得哆嗦, 根本不敢碰我, 连滚带爬地打了120。 陪我去医院的路上, 他的衬衫沾了血。 不过血字洗不掉, 早就被他给扔了, 现在不知道又从哪搞出来这么一件衣服。 一想到当初我自残钱写了遗嘱, 把所有钱都留给了他, 唯一条件就是让他帮我照顾我的猫。 我就恨不得穿回去给自己一巴掌, 还好没死成。 不得不说, 卢潇还是有点小伎俩的。 毁灭一个人, 最好的方式不就是让所有人都以为他是疯子吗? 谁会相信一个疯子呢? 他现在巴不得我赶紧跟他吵, 麻溜的汤进这滩浑水里。 我骂他骂得越狠, 疯子的名号就安得越吻。 这样下去要步了几天, 他就能从渣男洗白了。 我虽然愤怒, 但也知道必须冷静下来, 不能掉进狗贼的陷阱。 对着沙带狂打几拳后, 我深深吸了几口气, 慢慢平复着心情。 卢潇从前找营销号污蔑我也好, 现在用伪证编造谎言也好, 无非是想让更多网友站在他那边。 他想用舆论压死我。 等我受不了的时候, 自然就选择花钱跟他和解了。 但他忘了, 我压根不是忍气吞声的人, 有仇不报, 我就不叫孔小雨了。 不是爱演戏吗? 姑奶奶就陪他演一演。 于是, 当天卢潇刚下播, 我就发了直播预告。 等着看我回应的网友和营销号一拥而来, 等我开播的时候, 居然比卢潇直播那会儿多出了一倍的人。 我没急着解释任何东西, 而是盯着摄像头露出嘲弄的笑。 卢潇, 我知道你在看。 我已经给过你好几次机会了, 但我怀疑你最近得了肠胃炎, 脑子也跟着一起拉出来了。 你不会以为网友们真的会信你的鬼话吧? 你不是说身上是我打的吗? 我吃笑着。 我刚才一直想不明白一件事, 以我对卢潇的了解, 他太怂了, 根本不可能对自己下手。 那身上可怖的伤痕又是怎么来的呢? 燃在就在某个瞬间, 我忽然扶置心灵地想到什么。 卢潇, 我豁出去了, 只要你开直播去医院出具伤情鉴定, 证明你真的受了伤, 我就承认是我家暴你。 还有那件衣服, 我出钱帮你做鉴定, 只要鉴定出来那是我的血, 我就承认是我自残威胁你, 行吗? 如果没有伤情鉴定, 衣服上也不是我的血, 那就说明你在, 撒, 谎。 你不是说躁愈症就是精神病吗? 正好, 如果证实了一切都是你的谎言的话, 你就等着赔我精神损失费吧。 弹幕里一片哗然, 孔潇宇怎么这么硬气, 难道卢潇真的在撒谎? 他们两个反转太多了, 我暂时不做评价了。 楼上是暂时不做评价, 还是被打脸的说不出话了。 我记得你的ID, 老男宝妈了, 就你帮卢潇洗得最带劲。 直播间还有一些是我的老粉, 也在疯狂刷着弹幕。 我一直以为, 小雨只能靠思语言取胜, 没想到她不但骂人强, 逻辑也很强啊。 对对对, 小雨在关键时刻, 真的思路清晰又镇定。 我看卢潇直播的时候, 都有些动摇了, 压根没想到, 还有伤情鉴定和血液鉴定的事, 但更多的是, 是一群看热闹的人。 他们替我爱特卢潇喊话, 快快快, 开直播去医院, 我们也想知道, 你伤得重不重。 那个衬衫送去厌血的时候, 也开直播吧, 我真的太好奇, 你们谁再说谎了。 为了堵死卢潇所有后路, 我凑近镜头, 满是嘲讽道, 卢潇, 我太了解你了, 你是不是打算过几个小时再出来? 然后对大家说, 我模仿着他的语气, 对不起大家, 我刚才在休息没看到手机, 不知道孔小雨说了什么东西。 我大笑起来, 长城要是用你的脸皮做的, 梦江女能哭到才怪。 我把想说的都说完了, 就安然自若地坐等他回应。 弹幕里有网友等得着急, 问我为什么不直接放证据证明自己。 聊天记录什么的, 你总有吧, 发出来给我们看啊, 我笑笑, 我为什么要证明自己? 我证明一次, 卢潇还会诬陷我很多次, 难道我都要一次次回应吗? 谁主张, 谁举证, 同样的道理, 既然他说问题全在我, 那就证明给大家看啊。 我又一次看着镜头, 认真的告诉所有人, 是他该向你们证明自己说的是真的, 而不是我拿证据向你们证明 他说的是假的。 弹幕里有片刻的沉寂, 不多时, 再一次疯狂滚动起来, 孔潇雨牛播一, 直接釜底抽薪了呀。 有一说一, 但凡我关注的博主跟人撕逼后, 我就会取关, 我真的很讨厌不体面的人, 孔潇雨这波可以。 虽然还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但这逻辑我给满分。 卢潇雨, 卢潇雨没了退路, 只能硬着头皮出来回应, 拜托啊大家, 这还需要鉴定吗? 这不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吗? 但这种轻飘飘的说辞, 根本说服不了看热闹的一大群人。 卢潇雨也没那么傻, 她知道多说多错, 干脆咬死了一切都是板上钉钉的事, 根本不需要证明。 然而转头, 她就打电话约我见面。 孔潇雨, 念在我们情侣异常的份上, 也别闹得太难看了好吗? 她道, 咱们当面谈谈吧。 没什么好谈的, 我已经给过她太多次机会了。 小雨, 我真的不想和你闹得两败俱伤, 再这样下去, 我们都会成为彼此人生里的污点。 我冷笑一声, 别跟我谈人生, 你都不是人生的。 卢潇, 听同理, 我听到她气急败坏的呼吸声。 卢潇似乎是在竭力克制着情绪, 就当我求你, 咱们见面聊聊行吗? 其实我太了解卢潇了, 她之所以坚持着要跟我见面, 无非是觉得当面谈, 更不容易留下罪证罢了。 这样吧, 我想了想, 你先把房租和水电费打我卡上, 我就勉为其难跟你见一面。 孔潇雨, 你别太过分了。 我耸肩, 这就没办法, 行。 她怒吼着, 我给你打钱行了吧? 那你记得备注返还欠款哦。 看着卡里的道账提示, 我这才打字回复, OK, 发个定位吧。 卢潇雨, 卢潇定了一家饭店的包间。 我们谈恋爱这么久, 她从来没有请我吃过一顿饭。 那时我总觉得她一个学生, 拿不出钱也很正常。 如今看来, 现在感情里的女人就是一页账目, 自欺欺人。 我那哪是谈恋爱啊, 分明是在做慈善。 我料准了卢潇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因此, 即使她耐着脾气帮我拉椅子, 舔着脸跟我搭话, 我依旧没个好脸色, 只是痴笑着问她, 聊什么呀? 她没回答, 而是用忧伤的眼神看着我, 小雨, 我们真的不能回到从前了吗? 我看着她不说话, 眼底嘲笑意味更甚。 以前我怎么就没发现, 卢潇还有演戏的天赋呢? 她被我目不转睛, 盯得有些发毛, 小, 小雨, 你为什么不说话, 你也在怀念我们的过去吗? 我只是在思考, 为什么豆腐都有脑, 你却没有。 卢潇一噎, 小雨, 我们不要互相伤害了好不好? 其实我这次找你, 就是想跟你和好。 她看我一直不说话, 与其更加哀求, 我知道你爱我, 我也爱你, 上次的事就是个意外, 我再也不敢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爱我。 我夸张地笑了两声, 你的爱就是给我戴绿帽子, 还倒打一耙撕我伤口, 引导粉丝网抱我, 对吗? 卢潇躲闪着我的视线, 我是一时气急, 只要你原谅我, 我们就可以对网友说, 一切都是误会, 大家肯定会理解的。 我择了一声, 女娲补天真该用你的脸。 哦, 对了, 我掀起眼皮看她, 忘了告诉你了, 我一直在录音。 卢潇将在原地, 反应过来后, 疯了似的, 抢过我的手机。 她朝我大喊, 孔小雨, 你怎么这么毒啊? 我静静地看着她发疯, 直到她自己按亮屏幕, 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录制提示。 卢潇就像一个骤然熄火的炮杖, 她愣了几秒, 又朝我冲过来, 快点拿出来, 你用什么录的? 然而, 我只是用怜悯又厌恶的眼神看着她, 我根本就没录。 我只是试她一下, 她就原形毕露了。 你心里在想什么我还能不知道吗? 我抬脚, 将呆若目击的卢潇登圆。 你无非就是拿不出鉴定结果, 又怕舆论反噬被网爆, 所以想让我放你一马, 让这件事不了了之, 对吗? 卢潇被我说重心思, 脸憋得通红。 只是我要真听了她的话, 选择和解, 那事情就永远不会结束了。 大家搞不清真相, 我就永远要受怀疑。 我冷着脸看着卢潇, 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不会放过你的。 卢潇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你一定要这么心狠手辣吗? 我真搞不懂了, 你智商和期待一起减了吧? 我自保反击, 叫心狠手辣, 那你害我叫什么? 卢潇见打感情牌没用, 抹干了她鳄鱼的眼泪, 往椅子上一坐。 孔潇雨, 你从来就没爱过我吧? 现在还跟我谈爱不爱, 可不可笑啊? 我对她的感情, 早在她一次次骚操作里, 泥灭殆尽了。 估计是被我冷漠的眼神刺到, 卢潇的表情慢慢变得扭曲。 我早该想到你就跟你爸一样, 冷血无情, 是不是我跟你妈一样去死了, 你才会后悔。 我的脸骤然冷下来。 这一刻, 我对卢潇的厌恶简直到达了极点, 你说得对, 你真该死。 我拎起衣服起身, 我对你仁至义尽了。 小雨, 卢潇扑过来堵住门, 你不能走, 我们还没商量好呢。 要不这样, 你跟我一起发个声明, 账号的钱我不要五五分了, 我们三七分, 三七分行吗? 在我杀死人的目光里, 卢潇继续改口, 讨价还价, 实在不行, 二八, 二八分也行。 我看着他不说话。 卢潇咬咬牙, 依旧有点少了, 我毕竟也露脸那么多次了, 我深吸一口气, 我现在只想骂人, 你不是人, 我不骂你。 小雨, 滚。 和卢潇不欢而散, 我直接去车去了心理医生那。 直到傍晚, 我才回到家中。 脑子反复想着医生说的话, 拎着垃圾的手, 是疼不出来接礼物的。 下定决心后, 我按亮了台灯, 登上了社交平台的账号, 铺天盖地的消息袭来。 我看到卢潇因为迟迟拿不出证据, 被骂得体无完肤。 但他知道让步意味着什么, 不管挨了多少骂, 就是死鸭子嘴硬地咬定自己没撒谎。 还说我要鉴定这鉴定那的, 就是在侮辱他。 我卢潇绝不接受这种侮辱。 这变脸速度, 穿剧大师不过如此。 然而, 我并没有再愤怒, 我只是盯着他在镜头前故意露出的疤痕, 心里默默盘算着。 见面时, 我对这些伤之字未提, 就是想不动声色地观察。 现在, 我心里的猜测已经被证实的八九不离十了, 就缺一个契机。 于是, 趁卢潇还在跟网友打嘴炮的时间里, 我给好友打了个电话, 让他把特制好的药膏寄给我。 我料到卢潇会耍无赖, 因此早就留了一手。 东西拿到手后, 我就打电话问卢潇要地址。 他很警惕, 问我想干什么。 我想了想, 你说的也有道理, 我们没必要闹得这么难看。 我解释道, 虽然我不知道你身上的伤是哪来的, 但我让老家寄了药, 蛮贵的, 效果应该挺好。 我家族里出了好多个医生, 这点卢潇也知道。 他没有怀疑药, 而是问我, 你怎么突然想通了? 累了, 不想吵了。 你早这样不就完事了, 那咱们还是五五分。 我再想想吧。 我敷衍道, 我的让步让卢潇无比惊喜, 但他仍然警惕, 没给我具体的地址, 只给了社区的名字。 找跑腿把药送过去后, 我就耐心等待着。 一如我所想的那样, 卢潇根本不会错过这种洗白的机会。 收到药后不过半小时, 他又开了直播, 上来就举着药品给大家看。 我早跟你们说过我不可能骗人, 这是孔潇雨专门让人给我送的药, 他已经对我道歉了。 突然而来的反转让直播间里再次沸腾起来。 卢潇拿出棉签, 沾了点药膏, 得意洋洋地说话, 其实我压根不想闹成这样, 还好孔潇雨想通了。 他看着镜头, 慢悠悠地涂着药。 我点开录屏, 开始准备, 忽然, 弹幕里有人发了个问号, 等等, 卢潇的疤痕是不是变淡了? 我还以为是我屏幕出问题了, 什么变淡了呀? 这是直接被擦掉了。 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 我去, 真的爱。 什么情况? 卢潇正迷着眼, 惬意地享受我的服软, 等他在睁眼看向弹幕的时候, 一切都变了。 他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难以置信地看向手臂上当然无存的疤痕, 气急败坏地吼道, 孔潇雨, 你算计我, 怎么能是算计呢? 我从最开始就猜测伤是假的, 可所有的疤痕都太栩栩如生。 我怕翻车, 还特地见了一面后才确定。 这手笔, 估计得请了特效化妆师。 好巧不巧的是, 曾被我直播逮到的妙妙, 就是化妆师。 我几乎快速地将所有事情联系到一起。 想到特效妆可没那么好擦, 我还特地请人搞了专门的膏体, 在装进药瓶里以假乱针。 但这并不是万全的方法。 如果卢潇不肯收药, 或者没在直播时展示涂药, 他都不会露线。 可自从留了这手开始, 我就相信一切冥冥中自有注定。 因为我是如此地了解卢潇。 他自私又自大, 毫不怀疑自己的魅力, 是到如今都觉得我只是因为吃醋, 在跟他赌气。 而且他又是如此迫不及待地想洗白自己, 哪怕前提是将我踩进污泥里。 所以, 他活该。 卢潇手忙脚乱地关了直播。 但他不知道, 我早就录了屏。 我换了个账号, 把陆屏发到了网上, 请客间, 更多潮生劈头盖脸的朝卢潇涌来。 这时, 在鉴定衬衫上的血迹来自于谁, 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 因为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卢潇能撒一个谎, 就能撒许多个谎。 他这个人, 已经毫无可信度了。 不管是不是马后炮, 此时又冒出许多人, 说早就看不惯卢潇的所作所为了。 他一个男人, 居然把女朋友鲜血淋漓的过往, 撕给所有人看, 简直太恶毒了。 是啊, 带入一下自己, 和自以为最亲密的人分享了秘密, 结果被他当作刀子刺向我。 想想都心痛好吗? 一时间, 强倒众人推。 很快又有营销号发文, 说接到了粉丝的匿名投稿。 在投稿里, 这位匿名女生告诉大家, 其实卢潇已经不止出轨一次了。 我和她是在交友软件上认识的, 我那时候在海外留学, 想找人聊天, 就匹配到了她。 她跟我说自己单身, 一直让我给她发照片, 夸我长得漂亮。 后来, 我答应了她的追求, 还专门回国见她。 那晚她喝多了, 我就用她的指纹解了锁。 这才发现, 她忘切的小号里加了好多美女。 这个谦男还直接用女生的身材特征做备注, 简直恶心死我了。 在投稿的最后, 女生还附上了她当时拍的许多聊天截图。 营销号除了流量, 才不顾及其他, 一次性全放了出来。 众人这才知道, 对待不同的人, 卢霄居然还有不同的套路。 刷到过我的账号的, 她就告诉别人, 全都是剧本, 我们是在演戏, 不是真正的男女朋友关系。 遇到跟这个女生一样, 压根没刷到过我的, 她就更不要脸了。 直接说自己单身, 完了再来一句, 我对你一见钟情。 她用我的钱, 约不同的女生吃饭, 给她们买小礼物, 甚至去探讨生命的真谛。 转头, 却能面不改色, 心不跳地对我说, 小雨, 最近班里老师聚餐, 我开销有点大, 你不会怪我吧? 人生真是悲欢离合, 牛马点缀生活。 我原以为, 头顶只是青青草原, 现在看来, 卢霄这是把撒哈拉, 变成了绿洲吧。 有时候, 我真的很佩服当代网友, 他们仅凭营销号放出的聊天记录, 就能找到蛛丝马迹。 然后, 再顺带着扯出一串 跟卢霄有过关系的人, 尤其是在社交平台上 有些粉丝激数的小网红, 更是首当其冲。 一时间, 为了撇去小三的骂名, 好几个博主都亲自下场开锤卢霄, 生怕晚一点就被网友们开冲了。 就连当初被我逮到的妙妙 也趁乱下场了。 她连发了好几个大哭的表情, 其实我也是受害者, 是卢霄跟我说她和孔小雨分手了, 我才答应她的。 然而这个女人实在太蠢, 她不会以为互联网没记忆吧? 不等我出手, 就有人反驳她了。 拜托大姐, 营销号放出的聊天记录里, 你明明说了一句你来陪我睡觉, 你女朋友不会生气吧? 你这是知三当三好吗? 真是96年的龙井, 老绿茶了。 卢霄被骂得招架不住, 直接开了评论精选。 其实, 销号才是避免挨骂最好的办法, 但我知道她舍不得。 这大半年以来, 她一直让我用大号帮她引流, 才顺利攒了几万粉丝。 其实卢霄根本不会视频剪辑, 每次都是我帮她想主题, 就连视频都是我剪好了, 再发给她。 从而给她一种她只要站在那, 流量和粉丝就会朝她涌来的错觉。 我估摸着她大概也是赚到了一点, 所以在我劝她精进学业, 以后找个好工作的时候, 才会有底气对我说, 没必要吧, 我跟那些同学又不一样, 我以后当网红不就行了。 我告诉她, 这根本不是长久之计, 我还是觉得有一份稳定的主页才安心。 这时, 她总会熟练地打马护眼, 用甜言蜜语将我带入下一个话题。 现在, 我倒要看看, 她打算怎么保住这个账号。 卢霄眼见无力回天了, 连着狗了一个星期, 才又发了个视频试水, 但评论区压根不惯着她。 什么玩意儿, 剪得跟响一样? 你用脚趾头剪的视频吗? 你跟孔小雨还有那些女生道歉了吗? 又来诈尸脏我的主页。 我的天啊, 我居然刷到渣男的动态了, 太灰气了吧。 尽管卢霄拼命扇, 却仍然没有网友们的手速快。 没多久, 这条动态就被举报消失了。 某个社交平台上还有个反渣男联盟, 有人把这件事投稿给了他们。 很快, 百十个女生齐齐出动, 硬是把卢霄的账号 给举报没了。 我也把跟他有关的视频全删了, 顺带着改了账号的主页简介, 以后接收各种 关于下头男的投稿。 走投无路下, 卢霄又来换着号码骚扰我。 我现在已经错过招聘的黄金时期了, 工作室肯定找不到了, 账号也没了, 你让我以后怎么活? 关我屁事。 我现在听到卢霄的声音就反胃。 孔小雨, 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吗? 卢霄大喊大叫, 我在学校楼顶。 反正我以后都完蛋了, 你要不把赚的钱分我一半, 我就跟你妈一样从这跳下去, 让你后悔一辈子。 我揉着太阳穴, 卢霄, 你确实能让我后悔一辈子, 后悔当时以为你是个靠谱的人, 告诉了你我的家事。 你别跟我说这些, 我真的要跳了, 你打不打钱, 跳吧跳吧, 天冷了我还能多给你盖点土。 不想再跟他纠缠, 我直接挂了电话消耗。 不是我说, 卢霄要有这个胆子, 我从此不叫孔小雨。 果然, 他压根没死成。 没多久, 他又贼心不死地找了律师, 给我寄来了法院传票。 得嘞, 正好, 我趁这个机会把给他花过的钱都拉了清单, 再让他赔个精神损失费。 后来, 我毫无疑问地赢了官司, 卢霄被迫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道歉。 走出法院的时候, 他脸色灰败, 那些钱是你自己花给我的, 怎么能要回去呢? 哎, 生活枯燥无味, 牛马指点人类。 我求求你, 披个人皮就装得像点, 别一张嘴就露馅。 不等卢霄再说话, 我直接摆了白手。 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见到你。 走出很远, 我才常常地输出一口浊气。 律师姐姐轻拍了拍我, 放心吧, 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 我点了点头, 丢掉垃圾的手, 总算能腾出来接礼物了。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